哈喽,小红书们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种潮的一个牌子 这牌子我才种潮了一两个月吧 第一次看它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网红带着这个小可爱 当时候我就眼前一亮,然后我就下单了 但是当时因为实在它太红了,所以我就要等待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在他们的网页上滑呀滑呀 然后就买了另外一个,这是让我很惊叹的一个 同时呢,我也买了这个,因为这颜色实在太好看了 我觉得很多小红书们都买了这一个 所以呢,我就给大家略略分享一下这个 这个是一个粉笔白 你能看到它是白色当中是带点灰蓝色的 当时候我是,这是我后来入的一款 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一个,在图片上看了 这一个皮实在有点太low了 所以呢,我就没有入 后来看到Instagram上面很多人都戴着这一款 我现在想,这价钱呀,就买回来网上也好 然后我就买回来 买回来之后很精淡的 因为它还蛮能装的 然后它各方面都很好,无论怎么戴 然后这里还有很多的 不一样的adjust的一个hold 让你就调节你自己的身高 来调节这包来 来match你自己的身高来用 这个包呢,很能装 比这些小包包都能装 因为它下面是蛮宽的 还有四个角 然后我给大家略略试一下 现在我有个手机在里面 平常我出门呢,就会带我儿子手机 我女儿的手机 这个手机壳我再录你 然后三个手机放进去 然后我的钱包,我的钱包很小 然后还有就是带钥匙 就够了 平常我就很少再带其他什么 除了湿纸巾 还是能放的,但是已经很满了 网路上很多朋友,特别是外困 他们总说这里坏了,这里怎么坏了,质量不好 我觉得说,就这么小一个包 我就不能放太多东西 恰恰好就好了 因为里面能放,不等于你能塞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包还是蛮能装的 无论配搭什么颜色 我今天故意穿了一条花裙子 无论配搭什么颜色都很OK的 然后接下来,我是按着Number的顺序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好像这是Number 8吧 Number 8,这个是Number 9 然后Number 8 Mini的话呢 其实它很小的 这个花朵型 其实无论怎么样也不会掉东西出来的 然后配搭的很好看的颜色 说实话,他们家最好看的颜色是这个干液色 但是往身上一放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 佛色是比较好配衣服的 因为它这个颜色太深太出众了 这个的话呢,就跟这个粉笔白的一样 一样的小 但是这个比粉笔白的更小 因为它上面的高度的问题 当你放了三个手机的时候 其实你在拉伸的时候 这里已经不能完全扣上了 因为每个手机都很高嘛 然后带上钱包 钥匙 基本上你就不能再带湿纸巾了 为什么呢? 要不然那手画 你手伸进去是拿不到东西 现在的状态呢 你是可以观赏 还是一个花朵型的 但是如果你在带了这个 狮纸巾的话呢 就不一样了 情况就不妙 因为它就会变成一个 扣不上的水桶 我是个人不是很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包包有它自己的样子 你把它塞的变样了 那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然后我先把东西放出来 先把东西放出来 因为有很多人都说 这一个是刚才说了一半 那个录影又停了 很多人说这一个就是 爱马仕 蔡兰迪的评计 但是我觉得对它来说太不公平了 虽然它便宜 但不等于说它是人家的太体品 它的设计是很有设计感的 而且它很少金属的东西 零挂着 所以它是特别切 特别好看的一个花朵型的包包 因为我拿一个爱马仕十八 来跟它对比好 其实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风格 我觉得这是比较个性随性的风格 它也是 但是它比较是法式的那种优雅型的 但是我并没有说它不优雅 所以大家不要喷我 我只是觉得说 嗯 真的假的大街上很多 然后 它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 我觉得说这一个是平替它的话 你对Polene来说太不公平了 好 现在我给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水桶包 这个 很多人在买的时候 会纠结它的size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如果你是平常不是带很多东西的话 这一个已经够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我要带非常多的东西 因为我有两个小孩 然后 平常 我儿子最讨厌呢 就是我带小包包 我就把刚才我塞的都塞了进去 就是三个手机 一个钱包 狮子 鑰匙 鑰匙 的同时呢 我还是可以带 Matendo Switch 游戏机 大的护手上 因为很小那种两天就用完了 带小包包的时候我很小带 基本上我就不带其他东西了 嗯 有时候吧 我就会带唇膏 还有眼药水放在里面 就够了 其实 现在已经算是塞满的状态了 不能再塞了 再塞就扣不上了 你扣上的时候 如果你再塞的话 它是会掉下来的 我觉得这一个包包嘛 是妈妈们的 呃 最好的size 因为 大东西比单身的时候多嘛 嗯 这一个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 而且 他们家的包包啊 两个不同的size 那个插额 就跟运费差不多 所以呢 有时候就是在挑的方面 会比较 嗯 纠结 反正我是一个很纠结的人 所以 到最后我两个都买 这就是圆面了 这一个 哎呀 我忘了再把雨伞上来 这一个是能放雨伞的 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 能放一个很大的雨伞 我周围没有雨伞 但是我旁边有一瓶酒 我就把这瓶酒 当成一个雨伞好不好 放进去 哦这个可能比雨伞大耶 是能放进去的 是能放进去的 然后就是把刚才的我的三个手机啊 然后 还有就是 湿指巾啊 Nintendo switch啊 铺手霜啊 勾放进去 是错错有余的 我在看大家的评论当中呢 大家都有提过 Coffee Cup 这一个 因为它的外表的原因 它是能放进去的 对 这个很能装 这是我特别惊叹的一款 因为它就是 样子太过好看了 它整个造型 很有设计感 这条袋子呢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 因为带的袋子有点low 但是呢 对于我这个 两手要解放的人呢 这条袋子是我的证明根 我一定会把它放上去的 这一个是很惊讶的一款 大家看我另外一个视频的话 就会 我太爱它了 我就觉得 怎么能设计出一款 这么好看的包包 但是这一款包包有一个 比较厚 就我上一次啊 想带一个 跟这个大小差不多的 就是这个iPad 差不多的一个小本子 塞不进去 这一个iPad能放进去 是因为它薄 当你的小本分 有一定的厚度的时候 这么大一个本子的话 你就塞不进去了 你是无论怎么塞 都塞不进去的 所以这是这一个 包包的一个弊点吧 我觉得 因为很多人会喜欢 带一个笔记本啊 然后我上一次要带 那个本分 是因为我要带我女儿去 检查身体 澳洲呢 就有那个小本分 是小孩出生用的 那个比较厚 就塞不进去了 这是我买这个的原因 当我那天塞不进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好像会缺了 一个很大的包包 我觉得 做一个 就是整天要带小孩出门 然后又要上班的人 家里放一个大包包 是很重要的 然后那天我 我回来之后 我手拿着那个本 我就烦死了 然后我回来 就在不一样的网站 就看 再收再看 然后到最后 我还是抄不出来 同时我在Instagram 看那个日本的 算是小网红吧 他也有小孩 他就拿着这个 他说 我觉得好好看 我从来没有觉得好看 就是那天我看的那个 网红袋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呀 这个包包比我想象的好 这个包包里面 非常大 但是 我想说的是 是因为他俩四条袋子 有时候蛮烦的 需要的时候不觉得他烦 那你不需要他的时候 你会想着 如果他能就是 其中两条拆下来就好了 还是蛮好看 价格方面实在太友好了 我是把 我能想到大家想放的东西 都拿过来了 我平时上班的电脑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这种普通电脑 跟苹果电脑是不一样的 苹果电脑比较薄 很多人把苹果电脑 能放进去 放进很多包包 不一定能把其他电脑放进去 但是这一个他做到了 但是不能扣起来 我的苹果电脑 我又忘了拿过来 是能扣上的 因为它比较薄 那放了一个电脑之后呢 它是有一定的重量的 的时候呢 大家就不要乱放东西了 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包 在里面带着的 所以能换钥匙 因为我觉得放一个 这么大一个包包 钥匙是最容易丢的 然后把什么 三个电话呀 知己心啊 钱包啊 有钥匙的电脑 钥匙啊 放进去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了 钥匙跟口红放在这里吧 但是啊 我这个钥匙是没有钥匙 只是两个开关 我就能把这一个放进去 因为我觉得 Tonfer的口红是很好的 但是 如果你把旁边刮花了 你就直接想把它扔进 那个垃圾桶里面去 就这样子 我觉得 不能再放东西了 平时我上班也不会 放他们两个手机 我只会放自己手机 我会放护手霜 然后 一个小包包吧 里面这看 眼药水啊 还有就是 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我是拿来两个来 因为有很多人会放两个嘛 我就拿两个来做吃半个 然后什么 Tenadol啊 我要放进去 然后其实这个扣不上 因为手机后 你能扣得上吗 其实很 整个包包造型不一样的 我不会扣的 因为包包造型不一样 我就不喜欢了 所以我拿不开 其实还很重 但是价钱方面 因为它太好了 对一个大包来说呢 它是很好 很多人会把它 弄成这样子来 还有我要注明一点 我这一个是大的size 不是mini的那一款 我这个是大size 我无论买什么包 我都是会喜欢买大的size 因为我需要 放很多的东西 这是大size的包包 把它拉起来的话 能多放 但是我不会多放 多放 无论什么牌子的包包 它都会断 断袋的一天 这包包质量已经很好了 如果你拿一个senal的话 早就烂掉了这么包 我给大家分享这一个 这个很可爱 很多牌子有这种半盒包 但是很多牌子不是皮的 是铺的 我是本人要喜欢皮的东西 因为皮的不会下雨 不会湿掉 湿掉那个啦啦叉叉的感觉 太不好了 这一个呢 我想跟大家说 下面底不是皮的里面 你放太多东西 会无翼而非 就走掉了的那种 这种包包呢 我上班不会用 因为我就是那种 就是门卡那些 放进去就不行了 会掉的 因为它很容易就 就打开 如果东西掉了 我自己的东西掉了就算了 我就把办公室灯卡掉了 那就很麻烦 要申请表啊 这样那样 我会觉得很棒 这个拿个手机进去 我用于大一点的吧 大一点的吧 然后 前包 我钱包很小 但是放进去之后 整天我感觉它会掉出来 就是 你多放两个东西吧 你多放两个东西 你就会知道它 就真的会掉出来的感觉 所以 我后来也没有用这个包包了 我觉得太危险了 把东西掉了出来 例如说我放一个手机 两个手机 因为它下面不平嘛 它就有点要掉要掉的感觉 我用它的时候 这个也长掉 这个也长掉 其实有这个开关呢 是很好拿东西的 但是我觉得 无论什么品牌 无论什么东西 你总开总关 它就会烂掉的 所以我会放个卡包 卡包的话就没事了 你不要再小的钱包都不行 还有很多人说 我没有长的钱包 我就拿个旧的 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吧 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其他的那种小的 也不可能发生的 这个能啊 一放了个钱包 什么都不能放了 还有这个 一看就不行了 高度不够 我是故意拿了 我一个旧的钱包 来给大家看的 成这样子 出门不行的 我觉得 还有这个 这个能 刚刚好吧 能关 然后 这个的话 能 这个能 这个就是不能带 厚的东西 薄薄的东西都行 这个的话呢 如果姐妹要买 这个是很便宜 什么带都行 这个东方 很可爱 你把它拉开 拉也很容易 而且你哪怕把它拉短了 它会自己给拉长的 这个 就很方便的一个宝宝 因为它实在太便宜了 我买POLINE 我到最后我就觉得 我就像去吃麦当劳 挤玩具的那种 就把每个Number给挤 挤齐了 7号我没有挤 因为我觉得 它的那条肩带不能卸 短 小的那个呢 肩带的那个质量 好像感觉不太好 我也不知道 反正 我有一个POLINE16的 跟它太像了 所以我就没有买 这个的话 如果你就带一个卡包 钥匙 手机 那就刚刚好了 不要带其他东西了 我在Instagram 我是在小红薯看到 有一个姐妹放了一个VDA 我没有VDA 我就把我女儿的VDA拿过来 她说把VDA放进去 钱包放进去 什么化妆包 化妆包放了进去 我用化妆包去哪 化妆包放了进去 钱包放了进去 什么都放进去 我不知道它怎么放的 我给大家试一下 根本就扣不上 就是你们觉得好挤好挤的 你就会觉得 就成这样子了 是能放了 扣不上了 扣不上了 那你扣不上 就会掉东西了对吧 还别说要放其他什么 口红啊 刮辣的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包就是出去 入个弯吃个饭 带三个东西就好了 最后呢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个马鞍包 我这个是大号 不是小的那个 在小红书上 或者Instagram 基本上每个人买的都是小号 我没有买小号的原因呢 是因为 我已经有这个了 我朋友 我自己的朋友问我 她跟Celine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 哪怕她的那个小号都比她大 给你看一下大家 这个很很小 很小 这里也很小 所以呢你能放的东西呢 是有 是很limited的 她也很小 你看我在身上 就是很小 就是酷酷的一个小包 这一个呢就是一个 你去哪里都能用的 反正 比较符合我的要求的一个方法 这一个大号呢 没有两条肩带 就只有这么一条 你把它调高一点的话 可能包包就来跨上而已 因为这种这么大的包包 如果你弄的很长的话 就像那个和尚那种花园包了 对吧 这个很能装 就如果你有大钱包 如果你揉 两个什么化妆包 啊 话说回来 这个是Pauline送给我 不是我自己买的 当时候她说我买 还蛮多的 然后就送我一个东西 我还蛮感激的 因为我没有问 她就送我了 然后 一个手机 两个手机 很多人带了 三个手机我没有 但是我可以拿 不见了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的那个手机可 三个手机 里面呢有一个长钱包 两个化妆包 三个手机 还有就是钥匙 很多人想放Coffee Cup 我这个是很大的一个Coffee Cup 是放不进去的 只要那个宽度不够 就放不下 这么多个包包里面 这一个放了 其他就别想了 就只要这两个 能放这个Coffee Cup 你的Coffee Cup 它再小也放不进去 因为它是有带 除非那种压缩紧的 然后这一个 很多人带了钱包之后 还有什么Coffee Cup 还有什么卡包 就不能放了 对了 放不进去了 因为里面有一个长钱包 一个当是 我的那个很多人 就当卡包用的 然后两个三个手机 两个化妆包 满了 这一个 你放多东西 你没感觉到它承受不了 这条带子很结实 这是我很喜欢它的原因 因为这两个扣子是皮的 就它衔接的很好 然后这一根要很长 你这样子拉就好了 我就 我特别喜欢这个包 当时我买它的时候 我一直在纠结颜色呀 因为我在网路上看到 什么干液色还有 白色都在 不是白色 干液色还有一个 什么颜色 我忘了 都卖光了 然后当时我现在讲 是不是它们特别红了 但是我还是坚持着 自己想要的买一个白色 因为我觉得它 比想象中容易配 我当时候太纠结了 所以我在小红书上问了好多的姐妹 大家都叫我买干液色 我没买 但是感谢大家回复我 大家看一下两个不一样的颜色 我还蛮喜欢这一支的 所以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本人是在澳洲的 所以我今天穿的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国民品牌 Orington O... 怎么听啊? O-R-T-O-N 就是很多姐妹都会买她们家的包包 但是我很想跟大家说 她们家包包质量很不好 你一拿上去就没有质感 她价钱也没有特别特别的便宜 反正我就觉得 她就是跟我在这边的百货公司买的 没有品牌的 是差不多的 她们家的包包我不建议买 她们家的衣服呢 我是觉得还蛮可爱的 她们有不一样的那种 也有一个颜色的 她们的质量特别好 是纯丝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洗完之后 运的过程中会很痛苦 因为她的那个丝是比较厚的那种丝 不是就是薄薄那种 所以你运的时候要特别使劲 但如果你家里有请阿姨给你运的话 那另外一回事 你怎么穿怎么洗都OK 然后我今天呢 还带了 我把她拉过来一点点 带了我们的国民品牌 Paspeli 这是网都 这个网都呢就是 怎么 就是好像说 什么西班牙传王 还是哪里传王的爱情故事的一个网都 我觉得这个是很百搭的 你无论穿什么衣服 去什么场合 其实也是能带的 特别是冬天 你要是穿个毛衣的时候 挂在中间 因为它是可以调节长度的 你看很容易的就调节了 长 就可以很长很长 我再调一下 就可以很长很长的 拉到来这里 就很简单就可以调节长度 那他们家的珍珠串 他们的珍珠串 特别光亮 这是他们家的Cinetra 中间的一个小钻 你可以调不一样的钻 粉钻 黄钻 这一个呢是他们家的Cinetra系列 这是慈善款 但是要捐多少钱去慈善机构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他就说慈善款 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经典款 还有他们家的 这个是大概13mm 13mm是毫米吧 13mm是毫米的一个 扁形的 这不是圆的 圆形的话比我这个贵很多 但是我觉得戴在耳朵上扁的 扁珠子 已经很圆润了 我真的是比较 推荐大家买他们家的 他们家比日本的那个珍珠 我感觉好很多 日本的那个珍珠发白 然后小 大家都会喜欢圆润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巴洛克珍珠特别有气质 而且他没有很很特别的 一定要重视场合戴 巴洛克珍珠是比较垂液的 我这个你看 我刚才一边在说已经把它拉短了 就很容易 这个珍珠呢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这条链子跟这个珍珠是分开买的 哎呀我拉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拉出来 反正拉不出来挺好的 把它打开 珠子就拉出来了 这珠子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喜欢的形状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国民品牌 就是Michael Hill 我手上戴的戒指 是Michael Hill 是我们澳洲的国民品牌 他们家就是设计感很很好的一个 就Vintage的感觉的一个 design吧 我很喜欢 而且他们家的那个性价比很高 没有说over price 因为其实说你戴在手上的话 我是没什么所谓的 只要它好看 然后经济实位就好了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好啰嗦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梦 拜拜